經濟日報今早的推介 和大家看看美團3690 簡選原因說到 美團近日走勢訊息 昨天低位是161.6 較月初高位195.6低了17% 部分原因是被騰訊變相減持 即騰訊以實物分派美團股份作為特別息 合資格的騰訊股東將於3月24日獲記發股票 美團佔行指比重達到5.7% 短期提防會繼續拖累大肆後腿 不過長期來說 隨著中國經濟服償 利好美團餐飲外賣和酒店旅遊的訂購服務 閃究業務亦迅速增長 加上平台經濟規管佔趨正常化 美團的前景可以維持看好 近期回吐收集 大行目標價中位數是225.4 按昨日收市價165.6去計算 潛在升幅達到36.6 策略上美團昨天跌了3.3% 收報165.6 由2022年10月底延伸的上升軌 現在是處於150元 中長線投資者可以在155元以下分住收集 第一個目標是月初高位195.6 中線是看2022年初高位 以及摩根士丹尼目標價 即是230元 中線投資者可以在155元以下分住收集 有機率下差距離